嗚嗚 坐在浪板上 體驗刺激的極限衝浪 一個中心不穩 汪厚島直接吃水 台北市長柯萬哲出席 2019台北河岸同樂會 雄讚水樂園開幕活動 玩了一身濕 但更引發關注的是 要不要躺2020這場渾水 需要自己主帥清真 還是過客配 有時候什麼建設要合作 生意要合作還是有 這也沒什麼 那副手的部分 你是可接受還是不可接受 對我來講 下禮拜一開始煩惱 就來得還來得及 不管怎麼問就是不怨表態 但先前才曾說過 新潮流不倒台灣不會好 前一天卻又突然改口 不要給人家全部貼標籤扣帽子 也被解讀是像民進黨嗜好 因為我跟柯文哲一樣 擔任市長 那我希望少一點政治 多一點這個建設 不是本來就應該這樣嗎 面對綠白合作的可能 柯文哲低調回應 不過面對網路攻擊 黑殼粉專越來越多 他倒是老神在在 無所謂啊 總是大家總是要討生活嘛 哪個陣營在背後突然冒起來 這個我應該找個大數據分析專家 分析那個帳戶 那個也可以分析的 你覺得是藍還是綠 應該都有吧 柯文哲不忘暗指有心人刻意操作 畢竟2020總統大選 他已經被藍綠視為眼中釘 要不要加入戰局 他要先讓子彈繼續飛 最後再來做決定 歡迎收看林基祥 李佳華 特別報導 好